把钱给我吧 不是老板你已经钱到了 一会你就知道了 你回办公室吧 好 这三叉二号五点让我来干什么 上班时间算你掉啊 我钱掉了我捡起来 三个 太大 你拿我的衣服擦拿你的擦 来 一点眼睛这样子都没用 你这位子你是干保安的料 啥你都干不了 我听话 你也是干保安的 就干保安 什么玩意 我还给我去 没见过算车啊 干什么车 谁丢了钱呢 他丢了两万 你好 老板大哥这是你丢的钱吗 不是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看来你是不是 那师祖白多着急啊 我去问他 也不知道叫咱来干 这俩都不靠谱啊 真请 老板好 你们三个都来了 老板好 今天叫我们来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咱们公司的设计部门那个总监 已经空缺很长时间了 我今天叫你们三位来呢 是想在三位当中选一个 主管出来 不行 我肯定行 别着急 我先给你们把条件说一下啊 咱们这个总监的位置呢 月薪是十万 年薪是二百五十万 我绝对行 你把嘴闭上 不是说你行就是你行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题目 你们三个谁讲的详细 谁说的最好 那这个总监就用谁来当 那肯定是我 肯定是我 不行 那来跟我到办公室吧 回来 干什么啊 告诉你啊 这个位置是我的 知道吧 你要再来敢给我抢 以后你不要在这干了 你咋进公司的 你知道吧 啊 你咋进公司的 你知道吧 没有的 我告诉你啊 不准备了 还有你 我跟你讲啊 一个老龙村上来的 还想跟我小的个位置吗 你配吗 老板说了要公平竞争吗 公什么平 公什么平 你有什么权利 跟我救出这个位置 你一个臭龙村种地的 我妈说的 不能让我种地 想让我成为人中龙凤 人中龙凤 我跟你讲啊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你干嘛吃力啊 你就配动 种地 知不知道 消息人回你 农村种地 去就完事了 你不种地 我们穿 穿什么 我们吃什么 我告诉你啊 把嘴果闭言了 听懂了吗 代表敢在老板面前 多说一个字 今天你看我 炫不炫你 闭嘴 来 跟我一起过来 老板 我觉得这个位置 我绝对能受认 你先别着急 他们两位呢 啊 快 是这样的啊 我刚刚在走廊里啊 捡到了两万块钱 我不知道是谁的 我丢的刚才 我也丢一万 我丢的老板 确定是你的 确定 你丢一万呢 也是丢一万 啊 我丢 把这钱拿过来 这钱是我的你知道吧 今天的考核题是两道 第一道题就是钱 我在门口 每个人放了两万块钱 今天只有月 把这个钱交给我 证明他的人品比你们强 啊 而且你看人家讲裤子 讲的特别细致 爆点或者卖点都讲穿了 你说你们俩跟了我多少年了 老板他讲的再好 你也摆脱不了 他是农村人 给我闭嘴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网上数三代 谁家不是农村人 你吃农民的 喝农民的啊 最后你还看不起农民 不是我看不起他 听他穿的 哎呀 吐了吐气 你穿上两件衣服 你就是市里边人了 我也是农村人 是不是你也看不起我 不能 那不能是不是 动你两句话 树高千尺 不忘根 人若昏黄 别忘本 你们连老鼠都都忘了 知道了吗 所以说今天的考核题 你们一个都没过关 你们的人品 以及能力都没有 我们公司养不行 你们这两尊大佛 现在你们两个赶紧去 人事部 把公司开了 走人 我做了 走 还有钱 来 你上 老板 刚才你讲的非常好 就是现在这个总监的位置 就由你来承担了 我可以吗 老板 可以的 我相信我的眼光 也相信你的能力 是今次总会发光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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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